YA 我們今天要來體驗 高雄電影節 XRXN的電影 超期待 走開 通通把票給交出來 如果我把它看成是我的分身 我會感覺是 我好像又找回了我自己 對某件事情的一個好奇 或是熱情 我父母是陶藝家 所以他們是做茶碗的 他們就是做日式的茶碗 因為它畫面有那條線 然後可是又有那個 心跳的訊號 就是你會一直覺得好像有溫度在 這個握的大小又很剛好 那個重的感覺 對 所以就特別有感情 特別的是 它剛剛最後就是一堆紅紅的火焰 成為這個茶道小精靈 就是成為碗的時候 又有一種重生的感覺 在那個畫的過程中 因為它有很多的筆觸 可以去選擇 除了顏色以外 而且那個筆觸是還有流動性的 快的 慢的 所以你會很能夠去呈現自己 某一個部分流動的狀態 這些情緒 這些你 都是你的一部分 你可以跟全部的這些你 就是在這個空間裡面 你們是很好的共處的 我沒有要撤足掉 另外哪一個部分 每一個部分的你 跟不管是創傷的 難過的一樣 有壓力的 甚至是快樂的你 都是你的一部分 而你可以很自然的跟它們在一起 我前面在 就剛才它戴帽子的狀態 我卡光卡很久 查一下帽子的時候 原來它可能 對自己的某一些狀態 是不滿意 甚至是覺得傷心難過的 這個其實也跟我們很多現代人一樣啊 我們都不滿意 不管是你過去的創傷 或是你身體上 哪個地方不滿意 你會想要掩蓋它 所以當它開始願意摘下帽子出來 然後用那個狀態去跟別人互動 它就已經開始接受自己了 然後再跟其他人互動 對 我覺得這個就是很多人 就是接納自己 然後跟自己和諧的一個力權 這一次的高雄電影節的影片 非常的觸動裸心 會讓你覺得你就是裡面的角色 而且你也從裡面的角色成長 它不只是影片的體驗而已 也會透過這些互動 讓你可以慢慢的走進自己的內心 如果是平常呢 很希望可以透過這些探索 更了解自己的人 就非常適合來參加這一次的 高雄電影節XR Dream Land裡面的所有活動 一定要來療癒一下喔 大家一起來玩吧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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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バイ 再見 gro